能力 力就是要施力 可以講是說 對於這個力量的延伸 造成我們有一些成功的地方 蓋就是用一個蓋子 底下是盒子 來代表一個器皿 一個盒子上面有盒蓋的這個蓋子的作用 也可以當作密合蓋在一起的樣子 上面是不是去 上面是一個盒子的蓋子 然後三就是三個橫的這種算籌 就是古代會教一些天分比較高的 這些孩子們學習不掛 當然算數也算其中一種 所以必須要學習怎麼算 從一到十 各位都知道 橫的一代表了一 栗芝 我這邊 好 你不要歪歪 整個人都不見了 一就是代表橫的算籌一 二代表橫的算籌二 三代表橫的算籌三 四代表橫的算籌四 五的話是把兩個算籌打擦 代表五 六代表把這個算籌做一個房子的頂尖形 兩邊頂住 就像房子的房頂 斜的屋頂 七呢 是用一個交叉的 把一個直的東西 用橫刀把它橫切 所以七就是切 八就是別 把兩個東西左右分別 就叫八 九的話呢 用手肘 用食指到大拇指 中拇指小拇 並在一起一直到手臂 這個手肘的種 一個肉一個寸 來當作九 所以古音兩個音是一樣的 這第三聲 跟九的古音呢 應該是一樣的 這個是九 這個怎麼唸呢 老師不知道 這個我們現在的 九這個字 我們的明來語叫九 就是在 讀音裡面 是讀九 所以我在想跟手肘 找古音 類似 那 食的話 就是用手臂 代表食 所以從橫的木頭 一直到 木頭之間的交叉 或者是 我們所說的一些 變成手肘 最後是用手臂 當作整個字 他的計算數字 都非常地有一些想法 主線的創意其實很好 那分就是用刀子 把東西分別 所以分就是分別的意思 用刀子去分 這樣 另外一個正名用名 老師也教過了 叫做半 半就是把一頭牛 把它切割一半 從正中間把它切割一半 那個半 所以半跟分 還蠻接近的意思 只是我們現在比較不認識半 我們現在寫的半 是兩點 兩橫 再一束 不明白這什麼字 不明白這什麼字 實際上是 八牛的意思 正確的國字 是八牛 半 這個業績 知道嗎 不知道 所以你們都可以把它 當作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文字的原理 然後國的話 老師有教過 他是一個諸侯的小國 那諸侯國呢 大部分都是對王 要一些負責 要一些貢獻他們的 算是當地的特產 或者是他們的 他們的這種工作的那種 那種人力 提供給王去運用 那王運用的很多 包括這個 去征戰 包括要建造 或者是對一些 補掛祭祀 需要的一些人力 補掛很複雜 補掛你們需要 用烏龜的龜殼 包括肚子 或者是背部 那烏龜是要殺的 殺烏龜 不是那麼簡單的 那一般呢 都是用湖南這邊的水龜 水龜高度呢 大概十公分左右 水龜的高度 大概十公分左右 那這種十公分左右的 一年需要的量 大概在六萬到九萬隻 是活的水龜 然後運到河南的安陽小村 他們王室那個地方 然後諸侯國都派一些人來 幫他們整治烏龜 他們從殺烏龜開始 殺烏龜從甲橋這裡開始殺 這個地方叫甲橋 這是護龜 上面是龜殼 這是腳 這是腳 對不對 這是腿 這是尾巴 對不對 你都知道 然後這鬼殼呢 這鬼殼呢 是六 六角形的嘛 這醫師知道吧 鬼殼有六面平的 你們知道嗎 然後現在就是說 要從這一個甲橋這裡呢 甲橋是軟的 把它給切開 然後把肉取出來 然後再請諸侯國所派來的人 有男的有女的 大部分都是王室的親戚 去打磨這些龜殼 打磨成功了之後 然後才進行一些後續的做法 什麼做法呢 泡水 為什麼這些龜殼 後來的人都說 我自己也試過啦 我自己也殺了烏龜 我也去做一些蛀 把它磕薄薄的 好像快要有個洞一樣 再用火去燒它 它不裂就是不裂啊 不會有像我們所拿到的那些 圖片說 古代人的龜殼片 它都如果說用磚跟棗 一起病濕的話 那中間裂開的時候 它會成這個狀 補狀 反面看會有這個裂紋 那這個真的補掛的補 可是我們自己也試過不會有 那他們這些人就承認 他說沒那麼簡單 他們都會把它泡水 先把這個骨片打磨過之後泡水 浸泡大概十五天之後 它裡面的一種 叫做骨質的成分喔 會流失 那流失之後呢 才可以做這個燒的時候 才會裂開 否則是不會裂的 這樣 就是有一個骨質的成分 那骨質成分 必須把它用水浸泡掉 這樣 就是骨質流失啊 讓它骨質流失才可以裂開 這樣懂不懂 這個有意思喔 好 為什麼提到這個去喔 不知道齁 講到蚊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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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蚊國都是 王周邊的 一些重要的親戚 當然有一些話 它變成敵人 比如說叔叔 當時要競爭王 競爭不到 它被侄兒拿走 就變成這個傷王 那當然很生氣啊 他就一直喔 處心居立 要把這個王滅掉 自己來當王 那他就會 經常地來騷擾他們 甚至出兵 那這個呢 就是壞的蚊國 壞的蚊國 在商朝時候有點多 老是最記得的是土蚊 這樣 就是其中一個蚊國 叫土蚊 經常來 來找他忙 還有槍子 相處也是 槍法 都是跟他們這些 這個商朝呢 都是敵對的 所以有 比較和睦的 這個芳國 還有 雖然贈與他們 土地 給他們一個 一個管理的 這種權利 但事實上 有些不是 跟王並不是 相處很好 這個是國王 這是由武力 來保衛的城市 旁邊呢 你可以把它 視為護城河 就這四個點 是護城河 OK 再來 明城 八正土 明就是在夜晚的時候 他們在補掛完 祭祀完 夜晚要回家了 然後呢 夜戲不見了 怎麼辦呢 他就必須要叫 叫名字 所以這個是戲 黃昏 看不到人 口就是叫名字 夜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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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遠遠聽到的話 我在這兒 然後就叫到名字 呼應了 然後就是名的意思 所以一個戲 一個口 那老師給你們資料裡面 查到的字型 有好多好多種 這個名跟戲的位置 謙卑萬化 你們去看 也就是說 名字的名呢 都按照我們婆子來講 有分為這個 口系 對不對 有細孔 什麼什麼都有 然後上下 寫過了,這四個寫了 那四個寫,第一個更是有寫錯 那要寫錯,這不是呈出的呢? 對,第一個跟這四個是一樣的 寫過了,你說寫過了 再來呈是上次老是介紹過了有兩種意思 一種的簡單說就是歌 有人說他就是一個商朝的開國王的名字 叫成湯 有人叫成湯 成湯 代表的是用鼓勵取得天下的感覺 一個是歌 一個是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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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正圖 八就是分別 正的話有三個解釋 一個解釋簡單的說就是 耳朵跟東跟土 那表示對於一些這種古代的人 他們會進行防水的工程 就是用一些布袋囤積在類似於防波體上面 然後如果洪水一沖刷的時候 他就比較堅固 所以這個土代表了我們所做的那個地面 這個左耳旁代表了山坡 東代表了袋子 這樣 那在右邊有再加上這個鋪 鋪就是用手拿個棒子 在Honda這些袋子 裡面有裝沙子 Honda很紮實 然後呢 對於這些沖來的這個洪水啊 它有保護的作用 對不對 就是所謂的這個鎮 其中一個說法 然後圖的話呢 是指古代對於這些 管理的這些農村啊 或者都市啊 這特別代表的是農村 農村就有把整個糧墨收成的一個糧倉 那針對這個糧倉呢 把它外圍把它包圍起來 是我們涵蓋的管轄範圍 就是地圖 對不對 像是老師有講過 這是地圖的概念 所以中間其實不是小鑽的回喔 它其實是一個糧倉 上面代表的都市 底下代表糧倉 糧倉代表鄉下偏遠 這樣 外面在包這個是後來的事情 本來是只有中間 所以它就是一個戰略的 代表了 一種地區的管理 然後再來去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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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在這個情況下